来关注税务方面的消息 国会资深议员周二宣布了一项两党协议 旨在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并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史密斯 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人怀登 共同宣布了这项780亿元的税收协议 为数月以来的艰难谈判画上了句号 史密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美国家庭将从这项两党协议当中受益 它提供了更高额的税收减免 加强了普通企业实力 提高了我们对中国的竞争力 并创造了就业机会 据悉该协议将改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 试图为经济困难的家庭和有多个孩子的家庭提供帮助 它将取消可退还税收抵免的1600元的上限 并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目前的儿童税收抵免额为2000元 但在纳税时只有1600元可以退还 也就是略超过75%的部分 但不欠税的低收入家庭 无法获得最高金额的现金退税 根据拟议的立法 国会将把2023年纳税申报单的儿童税收抵免 最高可退还额提高到1800元 次年提高到1900元 并在2025年提高到2000元 民主党人在疫情期间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随着该政策结束 儿童贫困率跌回疫情前的水平 作为交换共和党人 希望恢复2017年川普对企业减税政策的一些已过期部分 根据两个税务起草委员会逐项公布的摘要 新方案将允许企业一次性扣除 国内研发投资而不是隔五年扣除 新方案还将恢复2017年税法规定的更慷慨的利息支付扣除上限 并继续允许企业扣除其对机器和其他设备等短期资产的所有投资 然而该协议在国会通过的前景不明 因为它仍然需要被写入立法 并确保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通过投票 怀登曾经表示他希望在1月29号报税季开始前通过该协议 但这并不确定 因为国会正在处理其他优先事项 包括避免政府在本周末关门并在三月之前完成其他拨款程序 NBC新闻指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 将是国会两党在一个敏感议题上合作的罕见成功案例